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台北市人车喧哗 噪音环境也造成民众压力 为了寻找台北市宁静的地方 中研院跟台湾生井协会合作 训练25名宁静追踪师 采样台北182个地区 找到了其中90个 55分贝以下的净土 而这张净土地图 也发表在官网上 方便让民众找寻 耳根亲近的地方 未来也希望可以扩大到全台 用净土来保护国人的身心灵剑套 寻找台北市最安静的地方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南港的中心公园 而这个地方经过研究分析 它的分贝数是低于55的标准值 是台北市的净土之一 很轻又很静静 打开手机实测音量 最低来到55分贝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住家区户外噪音的建议标准 但台北市人车喧哗 为了让民众舒缓噪音环境的压力 中研院跟台湾生井协会 训练25名 宁静追踪师 在五六月时穿梭在台北户外 及住宅周边 采样了182个地区 结果发现其中有90个地区 低于55分贝 而这份研究成果 更以净土地图发表在官网上 不仅有采样地区的照片 还有声音 让民众更直观地 找到二根亲近的地方 有这方面的资讯的话还不错 55分贝以上的环境 是会造成有压力跟威胁的 可以推动到全台湾 而中研院研究员 也将结果结合过去 噪音地图研究来归纳 像是在公园 巷弄住宅区等相对比较安静 而以台北市区来说 北投 内湖 南港及文山等 比较靠山的地区 会比市中西来得更安静 比如说大岸森林公园 这个车槽的60几分贝 70分贝 音乐台后面 如果没有放音乐的过程当中 它是可以低于50分贝 同个地点 不同角度跟方向 分贝音量都有差异 民众未来也可透过噪音测量软体 进行实测 在喧嚣世界 找寻片可宁静的净土 这里是张世奎 台北采访报道